保驾护航 天津女排备战新赛季 郎平派两位助教 保障朱婷健康 女排世界杯结束一段时间之后 紧接着的将是新赛季的排超联赛 对于天津女排来说 新赛季的目标就是重夺冠军 世界第一主攻朱婷的加盟 犹如锦上添花 球队的实力突飞猛进 还让整支队伍变得更加出色 但另一方面 更要保证好姑娘们的健康 特别是几位国字号球员 她们的身体状况将会直接影响到 中国女排明年奥运会的成绩 对此中国队主教练郎平非常担忧 刻意派遣包状丹尼尔两人前往天津女排报道 为朱婷等队员的伤势情况 与体能训练进行保驾护航 最大保证球员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奥运会 无论如何 女排队员的健康永远放在第一位 另外天津女排目前的压力也很大 朱婷的加盟 几乎是打乱了整个排超联赛的格局 其他队伍无论是从阵容深度 还是整体实力上来说 都和天津女排有很大的差距 有点儿陪太子读书的感觉 所以夺冠也成为了天津队唯一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